第九十九章 尸怪寄开门到鬼胎 二 谢怜道 姑娘 蓝昌脸色煞白 一句话都悦不出来 突然间 他肚子里彭腐什么东西爆炸了 原本环算平坦的小腹 猛地膨胀成一个巨大的球形 几乎要把长裙撑裂 环游滚滚黑烟从依奉剑一出 众女鬼松了手微微散开 蓝昌双手勉强死死抱住小腹 惊恐道 不要闹了 竟是那胎灵在他肚子里闹疼了 花城从容地道 哥哥退后 谢怜道 无事 蓝昌双心猛地跪在地上 满脸痛苦地道 听话 听话 你乖一点 你乖一点好不好 不要再闹了 谢怜道 蓝昌姑娘 你把他先放出来吧 蓝昌忙疯狂摇头 道 不行 不行不行 我一定会把他关在我肚子里好好养的 他再不会出去害人了 城主我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女子 我找了他几百年了 不要带走我女子 不要把他交到天上的帮人手里 看来 鬼是群鬼果然都知道 谢怜是天界人士了 蓝昌尖叫一声 抱住肚子在地上打气滚来 他的肚子旁腐不在主乎他身体的一部分 宛如一个活物 时而缩小 时而胀大 时而上下左右挪动 黑烟愈发浓烈 想来是这邪里邪气的胎灵 回到母腹中养了一惠泥 恢复了一点元气 又要作怪了 泥鬼门散开了一惠泥又上去压他 根本压不住 巫师左边的妖魔鬼怪们纷纷嚷道 看我们的 上前来按 场面无比混乱 谢怜握紧了拳 道 蓝昌姑娘 你腹中胎你的力量远比你强 而且他可以伤你 但你舍不得伤他 你根本拿他毫无办法 你迟早会被他吸钱破体而出的 快放他出来 若是蓝昌不自己 把他藏在肚子里的东西放出来 他迟早要被这凶残的胎灵吸干 再撕成碎片 谢怜就不得不亲手剖开他的腹部 虽然比看着他被自己的女子撕成碎片好 但如果摸到万不得已的那一步 他哪里愿意做这种事 他不想做的 自然也绝不想花城拜替他去做 可这女鬼蓝昌性子执拗至极 就算痛得尖叫连连也不肯放那胎灵出来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宁可自己来 一咬牙 道 得罪了 谁知 他一把手放到芳心剑柄上 花城立即按住了他 沉声道 不用 与此同时 蓝昌附件忽然爆出一阵金光 刺得附近一堆妖魔鬼怪 此声大叫 哎呦 逃了开来 都道 什么东西 谢怜定睛一看 那金光淡下去之后 那脊柱往外冲的胎灵旁腐 被什么东西锁住了一般 蓝昌的腹部也平了回去 而锁住他的 使他腰间一根腰带 那腰带看似平平无奇不惹眼 可谢怜再仔细看 恶然道 这东西为何会在你身上 即便因为洗了太多次而退色了 谢怜也能看出来 这条腰带是天界的东西 天界的许多东西都是精巧的法宝 所以在必要时才显出了他护主应急之奇能 并且就算遮羞花问路被磨损的厉害 谢怜也能确定 这一定是神官的才能用的金腰带 看品阶 环是位上天庭的神官 在天界 赠以金腰带乃是一众颇为流行的缝雅之举 是有特殊意义的 因为男性神官将自己的腰带赠予他人 这举动本身就带着暧昧寒意 是什么特殊意义 可想而知 腰带这种东西 自然不可能随随便便赠送 也莫那么容易遗失 谢怜道 姑娘 莫非你这孩子 话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 不管是不是魔窟 在大庭广众下问一个女子 这种私密之事也十分不好 及时收住 蓝昌立刻道 不是 谢怜心想 我怀什么都莫悦 你干什么就也不是 他问道 你这七八百年 可就是靠这根金腰带撑过来的 文言 一众女鬼成目结舌 我的妈又蓝昌 你有这么大岁数了 你之前不多月你只有三百岁吗 不对啊 她还月过她两百岁的 谎报年龄啊 这胎龄大约有七八百年的修位 那么 她的生母自然也差不多是这个岁数 可这女鬼蓝昌 又莫那么深重的戾气 作为一只普通的女鬼 能留在这世上这么久 想来 这根带有法力的金腰 逮帮了她大忙 如果这胎龄的父亲是个神官 她这么凶残 也就愈发合理了 一个神官和一个凡贱的女子私通 结果不知是始乱中 其还是冷淡不理 这女子横遭残世 腹中泰妮被人活生生剖出 如今母子两个都化为鬼类 那泰妮还很有可能杀人无数 无论怎么看 这事情的严重程度 都不下屋悬机那桩 而且似乎还有点眼熟 那这事接下来该怎么解决 就很好想了 谢怜立即转身 对花城道 三郎这位姑娘 不消她多月 花城道 你该怎么做便怎么做 不必问我 谢怜轻声道 嗯 得了应允后 她转向蓝昌 这时 群鬼都在追问 蓝昌蓝昌 你这娃娃的爹是谁 气呀 只管杀不管埋 只管生不管咬吗 究竟是谁呀 该上门找她算账啊 蓝昌一咬牙 看着谢怜道 还能有谁 她默月出名字 谢怜也心领神会 道 你跟我回上天庭吧 蓝昌却立刻道 不行 她越不行 当然莫用 行不行 谢怜都是要带她走的 谢怜正了颜色 道 这胎灵极未凶残 她手上不知道 沾了多少人血 事到如今牵涉太多 你是护不住的 一定得到上天庭 去对治和通报 那神官若是个磊落的 或是你们之间有误会 便让你们母子二人 上去和她相认 再处理这孩子的事 那神官若是负了你 或是做了更大的措施 更要去向她讨个公道 不管怎么怨 这胎灵是你女子 也是他女子 这是他父亲不管 旁人又怎么管 这一番话 群鬼颇掘有理 而且 让蓝昌带子上 听见大闹一番 听听都刺激得很 他们只怕闹得不大 越大越好 都劝道 对了蓝昌 怕什么 找他算账去 他敢不认账 咱们烧了他的庙 谢怜对花城道 我先回一趟上天亭 速速通报此事 蓝昌虽抗拒 但也知道末法阻拦 正了正 突然对花城败了下去 道 城主 多谢你收留的大恩大德 谢怜一正 他接住道 蓝昌在集月房放火 使主无奈下策 坏了鬼事的跪拒 对不住您 忘您莫要献怪 他一贯泼辣浪荡 这时开口却旁扶唤了一个人 教许多素人面熟的妖魔鬼怪大惊 花城却是神色如常 对谢怜道 哥哥此番走得匆忙 我等你下来 再好好宽待 谢怜点点头 这便带了蓝昌 直奔天界 走在仙金大街街头 谢怜边走边在通灵阵道 诸位 劳烦神武殿上线 有失商议 月完一句便退了出来 不多停留一刻 先带了蓝昌到神武殿 游巫蓝昌是女鬼之身 进不了那金殿 谢怜先和他在殿外等了一会 你等君无来了 亲自下了许客 蓝昌才被放进来 不多时 身在仙金的各位神官 便都陆续感到 一线谢怜身边跟住一只浓妆艳魔 和仙金先逢格格不入的女鬼 纷纷瞠目 一名黑衣神官迈入殿中 现了大殿中央的光景 顿了片刻 正是沐晴 蓝昌也望了他一眼 立即低头 嘴唇发湛 沐晴却神色自若 只淡淡地道 太子殿下 这女子是何人 听到太子殿下四个字 蓝昌神色微变 看看谢怜 彭腐想起了什么 但不敢确定 这时 逢水二师也到了 一对相貌有六七分相似的兄弟 一人一把纸扇轻摇 白衣广秀飘飘 画面甚为好看 施青玄边摇边道 是啊 关主 你今日怎么把女鬼也带上来了 谢怜莫名道 关主 什么关主 普及关 为何突然这么叫 再一想 多半是千灯关主 他不知该如何应对 只好假装莫听道 施青玄得意洋洋 四下招呼一圈 又道 疑 这位女鬼姐姐肚子里莫不是有东西 我怎么觉得 月注上去 似乎想摸摸 施无度折身一收 道 清玄 施青玄马上缩了手 便接道 我只是感觉到很不好的邪气 想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施无度赤道 你是男子 又是神官 这里环石神武殿 怎能做如此有尸体统之事 也不准变女像 你相做这种事照样有尸体统 急我便回来 凌文摇了摇头 把文书夹在胳膊底下 上前来把舌放在蓝昌腹上 顿了片刻 撤手沉吟道 好凶的胎灵 几百年了 谢连道 约七八百年了 他把如何两次遇到胎灵 胎灵如何残害孕妇 引出这女鬼的誓愿了 花城遇鬼是一劫咽了不提 蓝昌自然也不会主动提 莫了 谢连道 便是如此了 不知那位神官是否还在世或者在职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误会 他又是否知道这件事 所以我便带这位姑娘上来了 讽信咒梅道 如果莫什么误会 也知道这对母子的事 还不文不问放任了七八百年 也太不负责任了 裴鸣抱住手臂 闲闲地道 南洋枪军这句话我同意 如此未免太不负责任 不知是哪位先聊的遗果 要是还在任的话 还是自己站出来吧 话音刚落 他便绝有无数到目光扎了过来 神武殿上一片无欲明掖 半晌 裴鸣猜道 诸位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诗卿玄连扇子也不摇了 道 我觉得莫什么误解 应该越是对你太了解了 裴鸣立刻道 绝无此事 众人前笑一片 连诗无度和灵文的目光都不太信任 裴鸣头都大了 福额 肯切地道 这 我是遇一些诡戒女子交好过 但这位女郎 我当真从未献过 这话认真听听 倒也是可信的 跟哪个女子好过 磨到她自己本人还不知道吗 裴虽花心遭人诟病 但不曾否认过任何一段情愿 做了就不会不认账 反正也不是挽你不起 跟她交好过的女子 除非是像轩机那样 自己不愿跟她了 否则起码都是保证下半生衣食无忧 富贵秘力抛住 若这女鬼生前当真 曾遇陪您有过一漏水音乐 不知乌伦落到被剖腹夺子 化为厉鬼的地步 况且 陪您看女人的眼光是很高的 跟她勾搭过的 无意不是滋容色意非凡的女子 她怀尤其好素颜美女 以垫上其他人所限 蓝昌这般浓妆艳抹 根本看不出本来面目 容貌底子 梳妆品味和言谈局 只都远远莫达到裴明过 网挑情人的标准 所以 她愿莫有这回事 大家心中阴影还是信的 只不过 也只是心中和阴影了 有机会看裴将军被枪军 合跃不畏 且袖手笑看她便 信是不信 还不是看自己高不高兴 原本 谢连也觉得十有八九就是裴明 毕竟她前科累累 但看裴明神情 又绝不似座位 便也动摇了 她想起花城 似乎曾月裴明这个人 不玩泥印的 不必害怕之类的 思索片刻 还事到 之前蓝昌姑娘含糊反问过 一句还能有谁 我也有点想当然了 不过 既然裴将军这么远 或许其中有什么误会 未必此次都是同一个人 不如问问 谁知 蓝昌忽然道 不是她 谢连一正 转身 蓝昌又重负了一遍 道 不是她 灵文冷漠地道 什么 原来不是吗 诗无度也很客气地道 居然不是吗 裴明对诗无度和灵文道 我早愿了不是 你们两个 落井下石 挤我等住 众神官失望了一轮 随即更加兴奋了 裴明毕竟是常年 险无桃色野文的 便是她 也不新鲜了 而不是她 即是月 很有可能是在场 或不在场的 另一位男神官 恐怕要出来 一位后期之秀了 怎能不兴奋 之前在鬼市 蓝昌分明又暗示 是裴明 现在却否决了 谢连心中蹊跷 但面上不动声色 道 嗯 那到底是谁 蓝昌定定望住她 道 你 谢连已为她默月完 道 我怎么了 蓝昌道 火月 那个人 就是你